好 现在我们来回答问题 那有人问 财布施之后 什么是着相 就是你财布施之后 你就会觉得说 我布施了 或者说这个是着在布施 布施就是主语上面 所以你就 就是主语 魏语 宾语 任何一个你着相了 这个都是 就不是波罗蜜了 随便你找到一个 任何一个上面 或者说你觉得说 你看到某某人 你就跟别人讲 那个人就是说 我曾经帮了他了 我曾经在他需要的时候 就是给他三千块钱之类的 就是你觉得就是说 他是接受你布施的人 这个也是 我是布施的人 他是接受你布施的人 或者布施这件事情 就是很有功德 之类的 有一位说 我修财布施 也经常不太在意 布施过就放一遍 但需要用此福德 求来世 得欲菩萨法师 是否还是着相 这个有一点点着相 大家不用太介意 实际上就是 我现在这么讲的时候 你又开始很在意 实际上就是像我 像我的话根本不管这些 重点是在意什么 你要知道余相而无相 所以说就是有时候 你如果只知道 才那个 只知道一点点的话 就是很多地方都会让你觉得 都会让你产生欺负 那还有什么重点呢 就是知患积离 这个意思差不了多少 余相而无相 跟知患积离 差不了多少 也就是说 你可以用这些句话 你就可以离相 你能够离相的话 你自然就能够三轮体空 这个完全没什么 像我跟你讲的 余相和无相之患 集离这种东西 都是直接在波罗蜜 上面下功夫的 所以这个是属于就是了意经 就我们一开始学的时候 就要去学了意经 了意经就能够让你离开相名分别 你能够离开相名分别 你再去修六度 不要说波罗蜜 还不到波罗蜜 就是你只要能够离相的人 你去修六度 自然就变成六度波罗蜜 这样大家能不能意味得到 像我都不会去 在那什么布施者 布施什么受施者 这三轮体空 你这样计算起来就是很累的 这都在表达的时候 就是说我现在 我再告诉你就是说让你去修布施波罗蜜 有的人听不懂后面的部分 如果说你能够懂得波罗蜜的那个语言文字上的意义 你要回过头去修前五波罗蜜是很容易的事情 我相信就是说经常来听我讲课的人 经常看我书的人 你很容易就可以做得到 还有一位说 就是认为财布施 财布施行为时有 对应的福德时有 才会有拿这个福德来回向求欲的善知识的念头 同样有布施 同样有布施无波罗蜜 有为善法不会 有为善法不会美 后面那句好像不太通顺 我要跟大家讲 对就是你可以不断的去检讨自己的行为 实际上就是你用什么善法来求善知识 其实是不需要特别再去回向的 有时候你可能会讲说 好像你这一世 你觉得好像缺乏善知识的因缘 或者善知识的因缘不是那么的好 你就想要求改进 我觉得这个也不算是 就是怎么讲 无可厚非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没有关系 我可以大胆的跟你讲 你发现 这种属于这种方面的执着 就是保留一点点不要紧 为什么呢 你知道就是你这么求 就是回向本身也是无作 不管你怎么造作 他也是无作 我可以跟你这么讲 重点是在于在于什么 知幻记忆 比如说你现在知道这是一个游戏 知道这是一个电子电脑游戏 你在电脑游戏 你们大家还是很拼 就是要想赶快 就是要升级 打怪升级什么这些东西的 但是你就是整个你都知道 这都是假的 这样子大家能不能明白 所以就是没有那么严重 就是有人讲 有人说 如果到菜市场 可以跟他们讲价钱吗 当然是可以讲 但是不要讲得太过头 就你可以事实上有时候不太需要讲价 比方说你就问个两三间 然后你发现就是哪一间比较便宜 或者什么你就回去那一间 你就不要自己讲价钱 或者说你就说 那多少钱你可不可以卖 这个还可以 因为这里面并没有使用 就是不正当的手段 不正当的手段不能用 这才是重点 就是明明明明明明这个东西是 是很 就是很昂贵的东西 你故意跟人家讲说 这是不值钱 如果对方也 也是懂行的人的话 这个只是斗斗嘴而已 这没什么 但如果是你利用对方的就是无知 利用对方的没有经验 他跟人家狠狠的大赚一笔 这在刑法是犯重立罪的 那当然就是菩萨界也绝对不允许这种行为 那官职问 想改正改不了怎么办 改不了就先不要改 我觉得很奇怪 就是想要改改不了怎么办 这个在那个菩萨界里面都有规定 这我已经想要改了 但是我习气很深重 改不了 这是视为不犯界 很有趣吧 实际上就是我们 就是要去修这个菩萨道 是要经过很长很长的这个时间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 就是你要 虽然我跟大家讲说好像修行没什么 就是一直不断的改正过来 但是你还是就是要 就是要经常来听课 要经常看我的书 为什么呢 因为就贞观 相对而言 相对而言 我就跟 我跟大家比起来 我算是九学菩萨 我们的学员 我跟我们的学员比起来 我算是九学菩萨 九学跟心学 它这是相对性的 当然我跟 贞观要跟那些地上菩萨比起来 我又是个心学 总之呢 你要去找就修正比你高明的人 就是你要经常亲近他 做他的学生 听他的课 这样子的话 就是你 就越是九学的人 他就越会有一些良好的这种品格 然后他修菩萨道 他有些东西就是老走 就变成习惯 就已经熏息入心了 他想都不用想 就会这么做 然后像你 大家来听我讲课的话 我是不需要 就是我不需要 就是特别去 什么编写什么教材 现在像我现在就是拿一本书 我就想讲什么 就一直讲下来 我自然而然都会符合菩萨道 那为什么能够这个样子呢 因为我已经 我先前不知道经过多少 多少个大节的修行 这个很显然就是这样子 不然不可能 不可能现在就是 我就拿起经典来 这样子 看一段时间 好像就是全部都能够四通八达 那又有人问 就是想条楼说话都不容易改 不容易改就先搁着 不要觉得说这是很严重的事情 因为条楼说话 就是是一个优点 但如果说你讲话稍微粗一点 没有那么条楼 这个也谈不上梵戒 只能这样子讲 有一位他问 学人怎么判断自己 实修 断身见的情况 彻底断除身见 有无标准 标准是什么 就有关于 身见就是我见 就是我曾经写在那个 实证佛教修行方法里面 那我劝大家要写修行笔记 你要怎么样判断自己 就是有没有断除我见 你要怎么判断呢 就是你要经常观察自己 观察自己在有烦恼的时候 观察你自己在有烦恼的时候 特别是重大烦恼的时候 你怎么处理 怎么处理自己的烦恼 然后理由是什么 就你要养成这个习惯 就是要写修行笔记 我怎么处理自己的烦恼 那我的理由是什么 你把它写下来 大概写下来之后呢 就是然后你在差不多 就是一两个星期 甚至一两个月之后 稍微久一点 再回过头来看 看看那个写的东西 有没有 有没有那个我见的影子在里面 这个请大家自己去看 那个实证佛要修行方法 我有在那上面写的比较完整 你让你去检查这些东西 其实就是 又搞了一阵子了 我还有另外一招更厉害的 就是不用管身见不身见 就看看你能不能源于无为法 就直接检查你能不能源于无为法 你能的话你就是出国人 你不用在一个一个那边看什么 我见一见接见取见 根本就不用 为什么 因为你只要能够源于无为法 无为法它是干嘛 它真如 真如里面有没有我 有没有身 有没有疑 都没有 就没有这些东西 有没有烦恼 它也没有 所以你只要能够源于无为法 你就马上能够知道 就是我绝对不会想生了的 你能够有这种 这种东西的话 就不用去担心那么多了 那你要源于无为法的话 就跟大家介绍一本书 《实证一面学》 这本书现在基本上已经写好了 现在是在做最后文字的修改 它要出版可能还要好几个月 但是已经就是绝大部分的内容 都已经贴出来了 这个是我讲课的整理 所以你去我们的官网 Posibud 你到我们的官网 posibud.com 你去看 就是应该都已经差不多都贴出来了 我记得是都贴出来了 当然就是等到你再去看书的时候 就是又有一些补充 还有一些修正 但是基本上你现在可以先看这个版本 《实证一面学》里面就提到 就是说就是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能够源于无为法 那它主要是靠什么 靠无相作义 就有人在问说 就是无情到底有没有佛性 无情到底有没有佛性 这个话的前提是什么 你是不是应该要知道 无情你当然知道是什么是无情 比方说山河大地 那个日月星产 这是算无情 或者地上的石头 这是房子 这是无情 桌子椅子在无情 你知道什么是无情 但是你知道什么是佛性吗 你知不知道 你知道什么是佛性 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佛性 你去探讨就是无情有佛性 或者无情没有佛性 在我来看这个就是戏论 无情有佛性 或者无情无佛性 无情跟佛性 这里面有一个词佛性 你完全不知道它是什么 你只知道这两个字而已 所以就是说这个问题 就是先隔着 先隔着 等到你见性了以后 自己再去探讨一下 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就在你见性之前 见性是眼见佛性 是用你的肉眼去看到佛性 在这之前 就你还在佛性方面 你没有实证经验之前 谈论这个东西都是戏论 这样大家能不能明白 总之就是问这个问题没有意义 只会增加你的烦恼而已 所以就是在这里不回答这个问题 那又有人问 要修学到什么程度 才能在临终前预知十日 作脱立王 你如果想到这个样子的话 你去修禅定 你想到这么样子 你就去修禅定和神童 预知十日跟作脱立王 都不是无漏法 不是无漏法 预知十日跟那个作脱立王 都不是无漏法 预知十日的话 就是那个修净土的人 有一些人可以 因为阿弥陀佛 他会事先来告诉你 就是什么时候来接你 接你去极乐世界 那你不就预知十日了吗 那作脱立王的话 通常是要有私禅的定力 那有私禅的定力的人 是不是就是表示 他是山上见到者 这个没有关联性 我可以跟大家讲 绝大部分 就是现在在人间的山上见到者 绝大部分没有私禅 如果有的话 就是你去跟他看 也许那个虚云老和尚 也许他有吧 这我不是非常确定 应该是有 照那个就是 照肖老师的那个说法 虚云老和尚 他是有私禅的定力 但他有没有开悟呢 应该是没有 这种事情的话就是 以前有人有一种说法 叫做 顿鸟离朝义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两句的意思 顿鸟离朝义 就是一只鸟 只要他是一只鸟 他要离开他的巢穴很简单 翅膀一拍就飞走了 那这形容什么呢 就是说如果说你是一个没有智慧 但是有定力的人 这叫顿鸟 没有智慧而有四禅定力的人 要死的时候 你随时就是可以就是 一下子就飞走了 就是终结自己的性命 没问题 可以做了 可以做得到 很容易对他来讲 很容易就做得到 那毕竟还是一只鸟鸟 就是是没有智慧的 没有三圣见到的智慧 那灵归脱壳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如果说你是一只乌龟 你就算再怎么有灵性 你乌龟要脱壳是很困难的 对不对 那这个灵归脱壳意思是什么 它是指向什么呢 就是说没有定力的三圣见到者 叫做灵归 那灵归不能脱壳怎么办 你就死掉就好了 你就是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掉 那有什么关系呢 假设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掉 然后我等一下就是明天 你就发现 李正观老师怎么死了 很奇怪 就是怎么搞的就死了 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掉 对不对 死就死了 那什么关系 实际上就是你现在有那种想要追求 就是说预知时日 或者是那个就是坐托立王 你有没有想想看你的背后的动机 或者你背后的心态是什么 你为什么觉得预知时日比较好 但我们现在就先不讲别的了 你是不是就是有体会到生跟死 那我们可以进一步的讲 你是不是有觉得生死是真实 我要问你这句话 你自己好好的去检查一下 比方说你现在讲说有一种对死亡的恐惧 那你为什么要恐惧 对死亡你为什么要觉得恐惧 就你应该对峙的是这个 而不是想要追求就是说预知时日 或者是坐托立王 你这样的话就完全是本末导致 对不对 就好像说有的人他缺钱 他缺钱的话 他并不是说会让他就是生活不够的那种钱财 他觉得比方说我现在有一步是二手车 就是那种便宜的牌子 大众品牌的这种二手车 但是车子也能开 就是并不是说然后饭有的吃 然后那个房子也有的住 那可能是租来的 不是买来的 不是自己去买的 但毕竟一时无语 然后他想这样不行 我要想办法去买个房子 然后就是换一部就是体妹一点的车子 换一个换个那个德国的进口车之类的 就是你这么当你这么想的时候 你应该要考虑的问题是什么 我为什么要觉得这样的不够 其实你的生活是不是通通都是巨组的吗 就是有房子有车子 这个车子是二手车了 大众品牌的二手车 房子是租来的不是自己的 但是每天也都是一时无语 你为什么会觉得这样不够 你要先考虑这个问题 就是你必须要先去考虑这个问题 如果你这样生 每天都能够这样活下去 有什么不好的 你要先考虑这个问题 然后就是你对死亡恐惧的话 你就直接去考虑这个问题 我为什么要对死亡恐惧 对不对 所以就是说你为了因为对死亡恐惧 然后你要去追求就是那个什么 做脱力王的这种这种定力 事产的定力 事产的定力没那么简单 赵孝平时老师的说法 是可以就是呼吸跟心跳都停止 那有什么呢 有体温 四产以上的产电 包括四空电 还有就是面筋电 他们的特征都是什么 都在这个地方都是一样的 就是没有呼吸跟心跳 但是有体温 那个我记得是这样的 我记得是好像玄奘的那个游记里面 有讲到这个 这件事情 就是他们经过一个地方的时候 就是找到一个地方 就竟然发现头发 然后就是挖下去 又发现就是发现一个人 然后那个人呢 有体温 但是没有呼吸心跳 然后他们就 他们就是用一个方法让他触电 好像是在耳朵里面 就是打引擎或什么的 就是让他触电 触电了以后 就是竟然能够沟通 这我他没有交代什么原因 他竟然能够互相沟通 然后他就说 他说你怎么在这边打坐 怎么在这里禅定 他说我当时学佛的时候 就是我在学佛的时候 就是没有佛法 我在等 就是用禅定去等 就是等哪一尊 等佛来出世 然后我想要去跟佛去学法 然后人家就跟他讲 跟他说 跟他说 是那个一千多年前 已经有一尊佛出世了 叫释迦摩尼佛 但是现在已经入灭了 这个人一听非常着急 那不行 那我赶快再 赶快再入定进去 就是再等下一尊佛出来 结果人家就劝他说 你别这样子了 到时候就是佛出世的时候 你还在这边打坐 然后也没有人来叫你 因为你入定了以后 你就是 那个 就是根本就不知道 佛出世的事情 到时候再出定的时候 人家又已经 又已经就是那个灭度了 那怎么办 那他说 那我应该怎么办 他说 他说现在就是 这个佛虽然已经 已经入灭了 但是呢 就有留下很多经教了 你去根据这些经教去修学 你就还是可以 还是可以修行 还是可以证果 那他才放心下来 据说这个人就是窥击 大概是这样一个问题 那我跟大家讲 就是绝大部分 三圣见到者 都没有世禅的定力 如果说你按照大圣法 去修的话 你应该要什么时候 证世禅 我也不知道你该什么时候 证世禅 但是你差不多要什么时候 证出禅 差不多要保留到 就是出地的时候 去证出禅 那个时候有一种说法 就是出地证 因为你先前都要保留 那个欲界痰癌 保留到在那个出地 烧浅或者是出地的时候 你去证出禅 证出禅以后 你进入出地 在出地修 那个词无量心 然后二地修 悲无量心 三地修 喜无量心 四地修 舍无量心 我记得是这样子 因为这个东西 地上菩萨的东西 我通常就是不怎么理会 就离我们太遥远了 他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必须 就是 那个经教一句 是在那个 菩萨善界经 菩萨善界经 他是有跟大家讲 就是劝大家 菩萨要尽量保持贪爱 保持贪爱 要保持到什么时候 基本上是要快要出地的时候 你才可以先把贪爱暂时先断掉 这也只是趁实而已 总之就是正常的菩萨道不能去修 那么快去修禅定 因为修出禅就要把贪爱给捨了 然后菩萨道就不是这么修的 菩萨道他是要保留贪爱 作为度众的方便 像那个Edwin Renn 他说真相是没有生死 认为有生死就已经落我见了 倒不一定是落我见了 认为有生死是生文人 他认为有生死 所以他急急忙忙的想要就是正德涅槃 那菩萨法他应该是烦恼即菩提 生死即涅槃 这个是菩萨法 我知道的菩萨法是真是这样子 所以就是当你想要去修正 那个就出禅以上的禅定的话 这个反而会变成 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这个障碍是什么 菩萨道上面的障碍会让你度的人比较少 你将来要成佛就要花更多的时间 他是这样子 你在正入出地之前 就从出住到出地要经过一个阿僧七节 那如果说你要去正德四禅的话 你还是没有办法很快正得出地 为什么呢 因为你就白法明门什么那些东西 那个比禅殿要难得多了 白法明门非常非常的困难 然后就是你正德四禅 然后就是你离出地还是非常非常的遥远 然后因为你正德四禅的关系的话 就是有欲接爱的这些众生 就是你很难去度他们 就是有欲接贪爱的人 他可以就是这次跟少数少数一两个人啊 就是比方说就算要这么看啊 比方说他去跟一个人结婚 他去跟一个人结婚 他又会生儿子女儿之类的 就是会有少数人就是会组成家庭 在一个家庭当中 这都是要用欲接贪来作为一个基础 就是来维系就是家人之间的感情 他没事就是这样度个几个人 就是一个阿僧七节下来的话 他可以度很多很多的人 这些人将来都会变成是那成佛的时候 就是底下的这些 这些要度的众生 就会在那成佛的法会的时候 就是在那个地方大集合 那如果说你去一下子就正德了四禅 那你想想看看怎么样 你自己固然是很清净 但是你能够度得到几个人 因为你对众生就已经没有贪爱之心 没有贪爱之心会产生另外一个后遗症 其实在菩萨善界经 菩萨善界经里面讲 贪爱之心能护众生 贪爱之心能护众生 这是大家所想不到的事情 在菩萨道里面 菩萨善界经里面特别讲 他说愚痴菩萨 愚痴菩萨 就是没有智慧的菩萨 他就很害怕这个贪爱 那如果是那个久学菩萨的话 他会怎么样做 保留贪爱 把贪爱作为度众的方便 这样他度的人才会比较多 你可能就是一辈子 你可能就度个几个人 就是你的家人 你的最亲近的眷属家人 这些人 但是一试一试的这样下来 你想你可以度多少人 一个阿桑期节你可以度多少人 所以就是我们不主张 就是我们不主张就是 很快的去把贪爱给断掉 我们主张就是 快要进入出地的时候 才去断贪爱 保留到那个时候 这要将近一个阿桑期节 就算你现在已经是一个七柱菩萨 也要将近一个阿桑期节 因为从初柱到初地 就是要一个阿桑期节 但是中间有三十个位节 你七柱菩萨也就经过了 前面七个位节而已 所以还是就是三分之二以上 就是后面要成就初地 至少还是要三分之二以上 个阿桑期节 这是很久很久的时间 所以你如果说 你现在就急急忙忙的去证 证四禅 你到处还要面临一个问题 人家说 你现在赶快把那个 就是贪爱重新陷进 然后再回到 回到就是有欲解贪爱的状况 这样还比较容易修菩萨道 如果有一个更高明的菩萨 他就可能跟你这样讲 还有一位问 虚云法师物济 杯子扑落地 声响明丽丽 虚空粉碎也 狂心当下息 这个济子能看出是否开悟吗 这个虚云法师 就是按照肖平时老师的评价 是见性而未明星 见性而未明星 这是很特殊的案例 那为什么这样子 就是我觉得我方便 还没到那个地方 所以我就不评价了 肖平时老师讲 见性而未明星的人 除了虚云法师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人 是那个 不是奥修 奥修以外还有另外一个人 印度人叫做 对 克里希纳木提 回梦他有翻译 克里希纳木提的传记 但是我现在希望大家 不用去太早去关心这个问题 因为就是见性而未明星 就是没有多好 没有什么太大的好处 你还是按照规矩来 就是正观会跟大家讲 就是明星比见性重要 明星绝对比见性重要 因为明星他是不退转 明星他是不退转 那你有了不退转的功德 你再往前要修什么东西 都可以慢慢来 你就完全不着急 反正你不会退转 既然你不会退转 就是后面这些 后面这些 就是迟早会成就的 像刚才那个旭音法师的那个记者 是看不出他有明星的 看不出来 就是没有办法确定说 这个是明星的记者 就是以我 我就不管别人怎么看 就以我来看 就是看不出说他有开悟 或者是明星 这个看不出来 这个没有办法肯定 大家还记得 就是我先前有跟大家讲过 什么 就是那个北宋的那个张芳宁 北宋张芳平 北宋那个张芳平 我有跟大家讲过 有的地方是看得出来的 看得出他是有开悟的这个正量 那个是神风轻举处 透出肘盘处 这句是可以看得出来 多少看得出来 当然不是绝对的把握 但是算是笔量的 大概八九不离十 好了 那我看我们今天在 这个问题就先回答到这里 那个请大家要养成一个好习惯 就是说你没有办法用限量去检验的东西 你就不要在这上面做过度的转眼 这一点很重要 就像刚才有人问的那个问题 就是说无情到底是有佛性 还是没有佛性 这里面主要的问题就是在于就是说 佛性这个东西 你没有办法限量观察 如果说你能够 你已经可以眼见佛性 你知道佛性是什么东西 这时候你再去说无情有佛性 或者是无情没有佛性 你去探讨这个问题 就没有过失了 但是就在你知道 你对那个佛性有限量经验之前 你就去探讨这个问题的话 这个都是所学列等 所学列等 就是说你学了这东西 列等就是跳级的意思 就是说你可能现在是只有高中的程度 然后结果你已经开始在学大学的高等数学 大概是属于这种情况 那个就是我们学佛法 一定要就是一致不一事 一致不一事是四一三量 四一四不一里面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 致它是什么 致就是限量 那是的话就是限量 是那个证教量跟笔量 那个楞严经里面讲说 不断贪爱修行只是煮杀常犯 这个是不了意境 就是楞严经本身 应该是就整个来讲是了意境 但是里面还是有夹杂一些不了意境 那我有跟大家讲过 就是会让你落入相名分别的 它是不了意境 然后能够让你离开相名分别的 它是了意境 你说想要断掉贪爱 想要断掉贪爱 这个不是跟九学菩萨讲的话 为什么呢 九学菩萨他老早就已经知道了 知道什么了 知道就是义无无名进 那这句话我们可以把它就是套用一下 就变成无贪爱 义无贪爱尽 这样大家能明白吗 那了意经还有一个是原觉经 它是了意经 它是怎么讲 淫路痴与戒定慧 据事犯行 这是了意经 你现在主要的问题是 你没有办法纯修了意法 就是说你就只修了意法 那些不了意法 你就干脆就不要理它 如果说你是一个四柱以上的菩萨 的话你可以做到这一点 那你现在的问题 从这里 就是从你 你会因为这句话就受到细福 你会受到不了意境的细福 那就是表示你现在还没还没还没进入四柱 精进波罗蜜的这个阶段 那要怎么办呢 你就是还是要反反复复的阅读文艺佛心 跟那个维摩结经实证 然后要经常不断的去检讨自己 你的心情是不是跟了意经互相吻合 你能不能就是说抛开一切 你就专门只修了意经 不修不了意经 应该说不修不了意法 那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现在有来参加直播课的人 麻烦都点一下赞 还有就是以后大家如果 你可以到油管去看我们的节目的时候 请你尽量点赞一定要点赞 然后还没有订阅的人就要订阅 那个实证佛教研究中心 就是我们自己的学院 我们必须要这么做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油管它是有演算法的 就点赞的人越多 订阅的人越多 他就越会去推荐给其他的人 那这样的话你用这种方式的话 你也就间接达到就是间接帮助了 那个佛法的弘扬 好的谢谢大家 好那我们就到这里了 我们就结束直播了 大家晚安 感谢观看